一盒 thanks,兩盒 thanks 未來可能不用再撲口罩了 事關香港又有多個廠房生產本土口罩了 今次成功搶鏡的就是新世界 早前宣布找到一間本地口罩生產線 投資兩部口罩機 估計最快四月投產 每日出產二十萬個口罩 在疫情期間所生產的口罩 會免費派給有需要的市民 其實新世界今次這麼快有反應 都是因為老闆鄭志剛 Agent 生命撲罩之苦 集團業務遍佈中港 有酒店、商場、醫院、運輸等等 還有多間周大福 缺罩之下當然是罩停手停 大大影響收入 香港人日日都要搭巴士 新世界的新巴同城巴 每日會為車長提供一個口罩 確保司機有罩開工 不過早前因為口罩存量有限 而會向政府借口罩還欠下口罩 習近平下令全城抗疫 年晚武漢封城 第二天大連賽一 人人在放假模式的時候 Adrien 雖然人在外國 但已經立即打電話給同事 一起撲罩 撲對以色列 不過有個撲罩經驗的人就知道 錢都不一定解決到問題 有見及此 Adrien 決定自家生產 組織一對十多人的小組 準備定造詐三寶 口罩機、原材料、無菌工廠 小組成員包括新世界旗下建築公司協勝的人 建一個無菌工廠對他們來說就最耍家 而原材料就靠幾個旗下港兒醫院專家 就連新世界酒店都撲到土耳其 成功扳到原材料回香港 雖然有齊硬件 但講到技術方面 都是要讓專業的來 這些紙薄的口罩當然不合格 本來Adrien 對一款納米口罩相當有興趣 體重由創科公司和NAMI 研發推出的納米智良口罩NAS 不過過程都不是一番封信 其實這款本土口罩NAS 早在2015年已經面世 曾經拿過發明錢的金獎 也得到美國FDA認證 在香港技術揚威海外 但NAMI 的研發人員就表示 醫管局不願意中央採購 所以最後只是在香港市場出售 但很可惜 因為NAS 產量做不到那麼多 所以最後合作不成 還有新世界由科技員牽線 找到本地另一間專研納米技術的本地公司合作 本土製口罩 計算人手機器原料等 就是一千幾百萬都走不掉 不過新世界 可以在口罩方期間 打造及時雨的英雄形象 還可以做完善事 令市民受惠 順便支持本土創科 可以說是一戰三調 新世界今次對比 只是懂得捐錢的富豪 甚至佛系政府 走前很多